珍珠丸子真的是简单快手又美味的一道菜 这里可以用大米也可以用糯米 如果你想快一点做好它那就用大米 把大米提前用清水浸泡半个小时 切一些葱末 放入肉馅中 肉馅中加入白胡椒粉 五香粉 酱油 白糖 盐 再刻入一个鸡蛋 料酒 用筷子一直朝着一个方向搅拌 一直搅拌到肉馅上劲儿 如果觉得这个肉馅发干不是特别蓬松的话也可以再加一些清水 一直搅拌到肉馅非常的粘稠 不会散开 这个样子就好了 然后手上蘸一些清水 取适量的肉馅在手上搓圆 可以左右手这样倒来倒去 过一会它就变成肉圆了 然后把它表面裹满大米 现在这个米粒看着不是很整齐 我们可以给它这样在手上倒来倒去的 然后看着就比较好看了 放在盘子里 盘子里提前放几片胡萝卜 然后放入蒸锅大火蒸20分钟 20分钟以后这道菜就做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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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